MXX的搭檔穩定器 大家好,我是尼古哥 尼古哥今天要來教大家怎麼換這個 MXX的搭檔穩定器 這邊有一個螺絲 是用這個10號的反手下去拆 這個先把它放鬆 10號的這個螺絲把它放鬆之後呢 下面這裡有兩個 裡面有這種栓子 再把它拔起來 拔起來之後這個搭檔的這個 軸層就可以拿起來了 這就是拆起來的樣子 然後這邊 先 現在要把這個裝進去 接下來就把這個 布的這個軸層 把它鎖上去 然後後面有兩個這個 黑色的套桶 還有機能套桶 它是只有一根鐵 然後我們換了這個魚眼軸層 然後你在打檔的時候 它這個魚眼軸層 就可以比較讓你好打檔 因為你鐵它沒有角度嘛 這樣可以轉你打檔的時候 一檔、二檔、三檔 它就會比較好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是可以量它這個長度 這裡到這裡的長度 然後我們這邊 魚眼軸層也是這裡有一個螺絲可以轉 有沒有 這螺絲可以轉 然後我們就把這個長度 調整到這個是一樣的長度 再裝進去 我們現在調整好 跟原廠一樣的長度之後 我們就直接裝上車 來 來 接下來我們把這個換下來之後 鎖上去這個魚眼的軸層 然後前後呢 把它鎖緊之後 中間這裡有一個固定的螺絲 也把它鎖緊 這樣就完成了 然後完成之後記得打看看 打檔順不順 OK 都確定不會用到這些東西之後呢 就完工了 OK 那我們上路去試看看囉 走 OK 你現在看到這個畫面是 已經裝好打檔穩定器了 之前還沒有裝這個打檔魚眼軸層的時候呢 感覺打檔的時候會比較模糊 會比較不好踩 然後現在裝了這個上路試乘一段路之後呢 感覺它的打檔變比較明顯 而且比較硬 就你很清楚你踩到到底是一檔還是空檔 那種感覺 那裡面那個打檔的穩定器呢 是看個人啊 我個人是有一併裝上 那外面這個魚眼軸層呢 Nicky哥會比較建議你裝 因為裝了之後有明顯的差距 最後呢 別忘了訂閱我的節目 和按讚分享 那我們下集再見囉 掰掰